隔离前夕福宝和宋爷爷的画面让人动容 宋三岁此刻说不出的心情 自己最爱的熊猫宝宝真的就要说再见了 原来真正的亲近并非仅仅依赖言语 福宝在睡梦中感受到了宋爷爷的气味 转过来满心欢喜 对爷爷发出了咩咩的叫声 原来人的不舍到极致就是无言 不舍到了一定程度胜过千言万语 3月3号开完分别会 老宋把所有的安排都处理妥当之后 在人群中奔向了早已回内社的福宝 因为再不去见福宝可能要等到一个月之后 而下次的相见却是送走福宝 看着福宝登上回国的飞机 此刻留给爷孙的时间却一直在倒计时 老宋此刻多希望时光能够倒流 像往常一样教福宝写字 分享自己的喜多哀乐 制作自己拿手的手工玩具 过去和福宝成长的点点滴滴 在脑海中像电影一样闪过 而突然间福宝就站在了成年的岔路口 出生时的艰难险祖 摇摇晃晃奔向爷爷的样子 每一个瞬间对老宋来说都是非常的珍贵 在这段视频中 老宋全程没有说一句话 他只是静静地注视着福宝 眼神里充满了无尽的关爱与思念 千言万语 再也无法表达他此刻的心情 他只想默默地陪伴在福宝身边 让时间慢些流逝 让他多能够陪陪他 哪怕只是一会也好 这份深情与陪伴 无疑是对福宝最好的支持与鼓励 福宝 请记住 如果以后遇到任何困难 就想想爷爷对你说过的所有叮嘱 那里面肯定有答案 福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